這個是四面三面屏風發熱的屏風 不只還有多了地下腳底都會暖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May 這是有隻貓貓在裏面 我叫了牠出來都很久都不出來 很像貓屋一樣 但其實因為牠裡面很暖 這個其實不是一間保暖貓屋 但貓貓一定很喜歡 如果家裏有隻貓 這個是四面三面屏風發熱的屏風 不只還有多了地下腳底都會暖 所以如果有小動物在冬天的時候 這個暖路是很安全的 又不會燙傷牠 即使牠碰到也不會受傷 好了 麻煩你隻貓貓魚隻貓之後 我要介紹這個屏風 這個屏風好像屏風暖板 但牠的腳位是非常暖 我用第五層的溫度 大概是大約68度左右 腳底暖 經常都這樣說 腳底暖身體就會整個人很和暖 不只膝蓋都會很暖 如果你坐在這裏的時候 三面都是很暖 好像一個很暖的屏風 平時如果是坐在梳化 千萬不要浪費到下面踩腳的位置 好像腳底暖一樣 還有一張皮可以蓋在膝蓋上 裡面的溫度會被困住 你會感覺到好像一個小暖空間 整個膝蓋、小腿和下肢都會很暖 如果在這樣的狀態下看電視 看著電視發很暖的狀態 通常吹暖空間的空氣很乾燥 皮膚都會很癢、乾 但這東西好像很阿定 它摺起來非常小 這個頂頂的前縫位 在一條拉鏈已經可以把它拆出來 這就是拉鏈前縫的皮 這裏有鐵線可以屈出形狀 這就是把皮革收起來 然後它會自動斷 如果它跌在地上也會自動斷電 是安全的 它會關掉 待會它會關掉 所以不可以這樣 整塊地下連繞暖 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跌下來就會自動關掉 好 只要拔了按鈕 接著摺起來 1、2、3 就已經可以很薄的 可以放在家裡 放在洞洞洞洞 這個摺疊行動暖爐 就適合朋友 其實平時都很喜歡坐在沙發上 冬天的時候 都是在廳裡看電視 或者放在辦公室的桌底 因為很多辦公室都很冷 放在辦公室桌底 讓它可以保持下面很暖 但你可以繼續工作 第三就是家裡有小動物 以前如果是靜庭峰的 很多朋友買來給貓貓 他們很喜歡圍在這個地方 睡覺很舒服 狗狗好像不太喜歡 給小朋友 而且老人家也很重要 老人家其實是 如果腳很冷 其實身體會很冷 我先摺起來 開關方法也很容易 長按 長按通常會是01 然後按這個溫度 1、2、3、4、5 還有時間給你選擇 30秒 30分鐘 60分鐘 90分鐘 2個小時 3個小時 4個小時 可以自己停時間 這個就是 這個冬天一定一定 剛剛今天轉涼 一定要買一個給自己 還有買給自己的小動物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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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